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知道我们有很多客户朋友都希望深入了解 爱尔兰和英国税制之间的差异 例如哪个国家的国民是需要交多点税 或者两个国家之间有没有类似的减税政策等等 我们今天邀请到Helen Lau 她是英国特许供应会计师 香港会计师工会成员 以及香港注册税务师 Helen今天会和我们一齐比较爱尔兰和英国之间的税制 感谢你的邀请Tania 英国和爱尔兰都有税务居留 Tax Residence 和居籍Dormisal的概念 Helen可不可以麻烦你讲解一下 计划移民的家庭有哪些地方需要留意呢 当然可以 税务居留这个概念非常直观 一般来说 一个人在一个纳税年度 在英国或者爱尔兰居住183日或以上 或者连续两个纳税年度居住280日或以上 就会被认定为税务居民 需要缴交当地的税项 至于居籍 以往英国之所以吸引很多疑民人士 是因为非英国居籍的人士 无需面对全球征税 但是 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多变化 2017年以后 英国税务加入了认定居籍Dormisal的概念 只要你在过去20个纳税年度来 有至少15年性外税务居民 将被认定为以英国为居籍 但是爱尔兰就没有认定居籍这个规定 成为爱尔兰税务居民的非居籍人士 只需为他们在爱尔兰的收入和收益缴税 而且非居籍身份可以无限延续 爱尔兰和英国的所得税 同样受到不少移民的家庭关注 Helen,两个国家的所得税有什么分别呢? 其实这两个国家的所得税率大致相似 爱尔兰目前有两级税率 低于4万欧元的税率是20% 高于4万欧元的税率是40% 英国所得税有三个税街 低于5万欧元的税率是20% 5万到15万欧元之间是40% 超过15万欧元是要加收45%的所得税 大家还应该留意 对雇员、自雇人士和雇主收入的其他税收 英国有英国国民保险税 英国社会保障费以及医疗和社会保健税 大概占收入的18.5% 而在爱尔兰就有普遍社会税费 USC和申筹相关的社会保险 PRSI大概占收入的4%到12% 谢谢Helen 爱尔兰和英国有不少税项 都需要移民家庭注意 除了所得税之外 另外还有资本增值税 capital gains tax 遗产税 印花税等等 而且一个计法可以非常复杂 不如我们讲一下两个国家的主要税务优惠和制度优势 没问题 首先是汇款制remitting spaces方面 爱尔兰相对提供更多的优惠 非爱尔兰居籍的外国人 一旦成为爱尔兰的税务居民 将会按照汇款制征税 意味着他们只需要为在爱尔兰的就业收入 来自爱尔兰的收入 和汇入爱尔兰的海外收入缴税 所以相对于英国来说 爱尔兰更加优惠 而且很少有国家有这种税务优惠 另外爱尔兰和英国都和香港签订了 全面性避免双重征述协定CDTA 其实税率都很相似 根据香港爱尔兰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股息的最高预购税率是降至0% 利息10% 在某一些情况之下甚至可以达到0% 以按照香港英国避免双重征述协定 股息预购税率的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之下 可以降至0% 其余情况可以降至15% 非协议税率是20% 利息是0% 对于考虑移居英国或者爱尔兰的家庭来说 了解他们在移民不同阶段的交税移务 是非常重要的 而爱尔兰投资移民计划 最大的好处之一就是 在居住要求方面提供了极高的灵活性 可以避免成为税务居民 或者减轻移民家庭在规划税务方面的压力 移民家庭在成为税务居民之前 会有足够的时间进行税务规划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Helen 和我们分享这些资讯 多谢今天的邀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